那么首先啊咱们就先来说一下 在自然源处理当中啊 一个非常重要的网络叫做地规神经网络 下面呢咱们就先来对比一下 就是看一下这个地规神经网络啊 跟咱们传统的神经网络有哪些不同呢 咱们先来观察一下这个传统神经网络 传统神经网络是不是这样一层事啊 就是说首先呢咱们有一个输入层 然后啊我的一个数据来了 比方说这块是我的一个数据层 我的一个数据来之后是不是说 我的每一个数据都会经过我的一个中间的隐层 还有第二个隐层还有第三个隐层 一直到最终的一个结果啊 比如说现在呢这个input的层 我们就把它当成是我的一个数据层 那对于这个数据层来说啊 首先比如说它是一堆像素点吧 第一步咱们是不是要给它拉长 拉成一个这么长 然后拉长完之后啊 它对于当前的这份数据来说 做了很多层变换吧 这块有一个权重W1 这块有W2 这块有W3 最后呢我有个W4 就得出来最终的一个输出结果吧 就好比啊 咱们是有很多权重层 对我的输入啊 进行了一系列的组合 但是我们来想这样一件事啊 就是说 在咱们就是做这个组合的时候 我们是对一个数据 一个数据去做的吧 比如说现在呢 我手里有100个数据 那这100个数据怎么做呢 如果说啊 咱们现在不考虑这个byge size这个东西 假设啊 咱们每次输入都是1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说 我第一个数据输进来了 然后第二数据再来 第三个数据再来 最后呢 我第四个 第五个 甚至到一直到最后100个 一次一次都有的输完啊 但是大家现在得想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 嗯 现在100数据来了 我第一次输入的数据 对我第二次有影响吗 它对我第二次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吧 因为在这个神经网络当中啊 第一个数据来了 它跟这个W1 W2 W3 W4 经营组合完之后 更新一次权重参数 它好像跟我之前的一个传件数据 没有关系吧 就是第一个数据来了 是他自己 第二数据来之后呢 还是他自己 第三个 第四个 一直到第100个 每一个数据啊 对之前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啊 就得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了 咱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啊 或者说一些实际的任务当中 一定都是这种情况下吗 就是说 嗯 我们现在保证的是 每个数据 它都是一个独立的 但是啊 在实际任务当中 好像不一定是这样的 比如说 咱们现在说一句话 嗯 我喜欢中国 嗯 不是我喜欢中国 我出生在中国 所以我说汉语 那我大家来看 就是说 嗯 这样一句话 它是不是前后文啊 有一个上下的联系啊 尤其是说 对后面一句话 比如说 我是出生在中国 所以我去说这个汉语 那我说这个汉语 是不是跟我的一个出生地 是相关的呀 那这里呢 我们也希望这个网络啊 它是有这样的功能 就是说 嗯 它不光能是 把咱们一个一个词 比如说 我传进来走了一遍 出生传进来走一遍 在传进来走一遍 中国走一遍 我们也希望啊 就是说 在这个网络走的过程当中 它也能考虑一下之前的信息 比如说啊 现在啊 我的一个 我的一个任务 就是说 我要预测 咱们说的下一个字是什么 比如说 我先说了啊 我出生在中国 所以我说 然后下面说什么 是要你来预测的 那在你预测的时候 正常一个网络会怎么预测 它只会考虑前面一个字吧 比如说 我出生在中国 所以我说汉语 那它会把说传进来 说传进来之后啊 它就会拿这个说词 放到咱们的书层 然后呢 经过了一系列全中参数 最终啊 预测完了 你说后面最可能接的是什么 但是啊 我们想 说后面最可能接什么 可能接各种各样的语言吧 但是为什么 它接汉语的可能是最大呢 因为我前面说了 我出生在 是在中国吧 所以说啊 我们现在希望打造 这样一款神经网络 这个神经网络 要能够把之前的信息 也利用得上啊 就是说 现在呢 我们不把它 不把数据啊 想成一个独立了 数据之间啊 是有一个关系 我们要把这个关系啊 更着重的突出出来 那这个RN啊 就是这个地规神经网络 它是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 先来看右边的吧 右边这个就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 它的一个结构图 首先呢 还是咱们的输入层啊 输入层还是照样输进来了 但是啊 我们来看 在这个中间的隐层当中啊 好像做了一些变换 中间隐层当中啊 画了这样一个循环 或者说画了这样一个 像是地规的一个操作 它的意思啊 就是说啊 对于我中间的一个层 在每次啊 我预测完一个结果之后 我不把啊 就是说 不完全把这个结果 就一条件输入完事了 我还要把我中间 保留的一些信息 我们来看 这是输入层吧 输入层 比如说我跟W1 跟W2 都可以进行组合 那这里呢 这块比如说 还有W3 这个循环的 那这里啊 是不是说 我跟W1组合完之后啊 得到了一些中间的信息 或者说啊 得到了一些 中间的一些特征 那这些特征啊 就是表示着 我当前的一个输入 那我的想法是不是说 我要在之后的一个输入啊 要把前面的信息 给它利用上啊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我又指定了一个W3 这个W3啊 就相当于是 对我中间的一个信息 又进行了一个保留 信息经营完保留之后啊 我在下一次输入来之后 我就可以把我的信息啊 又传给我下一次的一个 下一次的这样一个流程 那下一次的流程 是不是就可以记住 我们的一个信息了 这个RM的设计结构啊 还是比较简单 也是比较基础的 就是按照这样一个逻辑 去进行一个设计的 左边这个立体图啊 就是表示着 左边立体图看起来 并不是那么清晰 咱们来看这个图啊 这个图 左边的就是我刚给大家看的啊 就是咱们的一个网络的结构 那实际的一个数据来之后啊 它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变换的 咱们再来看 这里啊 是不是说 我的一个X0进来之后 然后呢 比如这里啊 我先指定了一个U 这个U值啊 就是表示着 我的X要先跟我的一个U 相当于这个矩阵吧 进行一个特征组合 然后呢 我得到了一个中间 通常情况下 我们把中间也叫做一个记忆单元 表示啊 咱们中间储存的一些信息 那这里啊 是不是说 我可以指定一个W 比如说 这个是W 这个是U 这个是U0 这个是W0 然后呢 我要把中间信息储存下来 储存下来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 我要交给下一个 就是目的 我就是说 要交给下一个输入吧 那假设说 我下一个输入X1来了 那对于我这个网络来说呀 才是这块 跟我跟U1进行组合 那这里呢 这里啊 他就就是说 不光要把你X1跟U1的组合拿进来 还要把我前面的内容 我们来看 前面我们是不是产生了记忆内容 记忆内容跟W0组合完之后 又拿进来了 这回啊 就相当于 呃 我们的网络 相当于是 它有两个输入 一个是啊 一个当前的输入 另一个呢 就是说 我上一层啊 保留下来的一些 有价值的信息 这样呢 我都放进啊 我第二个输入当中 这回呢 我又得出一个新的结果 H1 那后面呢 也是一样的 后面比如说 我现在就是要说这样一个事 比如说这个是个字 比如说我现在把字都分成完了 这块是一个出生 我出生 这块是个在 然后呢 我出生在中国 所以我说汉语 最后一个词啊 可能是一个说 那我就想预测的一下 就是说 这个人到底输什么 也就是说 最终啊 我想得到了这个是HT 那这里是不是说 先把我输进来之后 把我的一个中间信息 放给 交给了第二个 第二个把我这个 我出生 相当于又组合了一下 我出生在 最终呢 他是说 我出生在中国 所以我说 说什么啊 HT最后来看一下 他就会上前面找 哎呀 找前面所有的信息 找前面所有信息呢 进行完组合之后啊 就会知道 我们其实呢 前面是有更重要的信息 因为前面有个中国吧 所以说啊 前面出现了中国 那你出现汉语的几率 是不是要大大的提升啊 这个啊 就是咱们一个 非常基本的 这个RNN啊 这个RNN 通常我们也是管它 叫做一个地规神经网络 在这个地规神经网络当中啊 我们就可以把前一层的信息 给它非常充分的利用上去 利用完之后啊 我们就把这个信息 都拿出来组合啊 得出来了一个新的结果 好啊 好啊 谢谢大家